舒奇拼命从爱犬口中抢帽子。 网友,他在报复尼网, 一娱乐视医院12日报道。 近日,舒奇在微博中, 曝光自己与爱犬玩耍的视频。 视频中,舒奇的狗狗叼着帽子, 他则在帽子另一端不断拉扯, 口中还喊道, 这不是你的棒球帽,还我。 舒奇在微博中也配文, 再度表达自己对帽子被狗狗抢走的不满, 帽子是我的,是我的,是我的。 网友们见。 舒奇与宠物狗之间的帽子大作战, 不禁留言为狗狗发声, 可能是报复你以前把他当枕头。 也有人为舒奇之招, 拿罐头诱惑他就张嘴了。 本文来源,网易娱乐。 责任编辑,杨明, NV5736。 分享。 赞相关热读。